那么你觉得这一次华人 会珍惜马华这几年来的这些努力 在即将的大选把票投给马华吗 肯定会 毕竟马华工会是马来西亚华人工会 代表着华人和华社是存子相依 修其一共 当在上阶大选 华社没有把票给马华的时候 马华必须要做出改革 马华必须要反省 马华必须要真正地做出转型 所以在我领导下的马华 已经推出了很多改革的方针 我们也从党内一直到党外 包括对政党外交跟中共 签署合作备忘录等 这一系列的行动都证明说 马华已经做出了革新 那么华社要看到是 让马华能够做得更好 你认为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 应该还要继续支持马华 而且为什么华人就不应该放弃马华呢 马华公会在这个国家建立了这个多元的体制 我们要确保这个多元继续地传承下去 我们必须要有华人政治力量 所以给力马华 以便我们在政府的体制内 能够发挥这个政治效果 一旦我们没有了这个华人政治力量 在政府的体制内 我们就会被边缘化 我们会被抛在后头 华人为什么只要给力马华 那么马来西亚就不会成为一个极端 或者种族主流的国家呢 一旦给力马华 我们在政府的体制内的时候呢 我们是捍卫这个国家的宪法 我们是捍卫这个国家的多元 那么一般 一旦这个国家要走种族路线 走宗教神前路线 我们马华就能够制衡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先贤前辈 就是一直在这个国家 我们捍卫这个国家的这个宪法 我们一直在这个国家 保护这个国家的多元 所以呢 这一股力量不能够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 不要泄弱这一股力量 一旦泄弱了 我们被放在政府的体制外 我们就会面对更严重的一个挑战 比如说在2013年我们离开内阁 我们看到一旦离开内阁过后呢 我们就没有华人代表权在政府的体制内 那时候马华公会是真正的当家都不当权的 但是一旦我们入阁的时候 我们就是当家当权 我们在政府的体制内 我们能够改变政府的各项重要的政策 比如说第十一大马计划里头提出了 所有的公司要有60%的这个员工是土著 这个发展上必须60%的这个房屋是土著 那个我们在内阁里面就推翻了这样一个政策 我们在三五五法令的这个立场 我们怎样去阻止内阁阻止这个武统 那么落实这个三五五法令 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 在政府的体制内发挥的这个政治效果 所以政治力量太重要了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一个所谓理所当然的这个问题